欢迎光临十年屋 这里能用魔法保管重要的东西与回忆 小朋友化身为小小说书人 用生动活泼的方式 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做导读拍摄影片 教育部和大学合作 推动中小学成间阅读 同时举办说书人比赛 今年吸引563位小朋友报名 我们录了好几次大概三十几次 我喜欢读一些像漫画的书 但是里面就会有一点科学的东西 孩子们把他们有看到 觉得自己有兴趣的书 然后把它讲出来 那这个说书人的目的主要是说 让这个看过这本书的孩子 他可以把他看到的心得 去做一个介绍以外 也可以让对这本书有兴趣的学生 他们可以去未来可以去借来看 教育部将12月12号定为明日阅读日 推广成间阅读风气 今年迈入第五年 全台22个县市响应超过700所学校参与 其中嘉义市比例最高高达九成 值得一提的是阅读习惯养成 不只针对学生包括教师 行政人员等等 师长们以身作则提倡阅读 阅读就是平常建立起的习惯 所以我下课就是很常跑图书馆 我很常就是写作文的时候 因为平常很常看书 所以写作文的时候呢 就会文诗全容然后提不下来 阅读是所有学习的基础 所以我们如果有建立好 很好的这个阅读的兴趣及习惯的话 那我们相信他在终身学习上面的话 都会有很好的这个成果 利用早这期时间 让孩子静下心来读一本书 不纯粹为了考试而读 才能真正养成阅读的习惯 成为一辈子受用的能力 南京卫视叶云 吴志恒台北采访报导 好 感谢观看